都会玩家陪您一同体验人生 满载而归 可依制作主持 大家好 欢迎收听都会玩家 我是主持人可依 在今天的节目中 要郑重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 因为从我第一次 萌生要采访他的念头 到今天都已经有四年了 那到底是谁呢 我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来 郑重欢迎 住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 马中林 马处长 处长您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可依 大家好 我是马中林 欢迎马处长 真的很开心 而且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真的是非常难得 可以邀请到另外一位 非常难得的嘉宾 是谁呢 也就是处长的夫人 Leslie 欢迎处长处人 嗨 主持人可依您好 我是Leslie 大家好 处长 是您常常到不同的地方致辞跟演讲 所涉猎的话题 包括了政治 宗教 经济 文化等等 有没有聊过旅游这样的主题呢 旅游好像这是第一次讲 太好了 第一次是奉献给我们都会玩家 是 是 是 一定要保留给你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 因为其实处长是要来到我们节目讲一些旅游 还有他住外生活 还有他不为人知的处长的另外一面 处长和夫人在七月就即将离开了这个湾区 已经回到台湾去了嘛 对不对 是 是 是 真的非常难得可以来到官邸来做这段访问 是 非常地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过去这些年来的一些外交生涯的一些心得跟一些阅历 真的耶 而且真的感谢处长和处长夫人在这种危险时期 还请到我们在家的官邸 我们之前都很乖 都有戴口罩 只是录影的时候总不好意思再戴口罩就把它拿下来了 好 那现在首先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话题 请问处长和夫人其实你们去了很多地方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旧金山已经是你第三次了 对不对 他之前到了瑞典 国流 然后想聊一聊就是你的住外生活 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在这么多地方 你们对哪个地方感觉特别的亲切的住外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外交官是一个很特殊的工作 在这个整个外交生涯当中 就是每隔几年就要轮掉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这是我们工作上所必要的 而且也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历练 但是在这个不断的签调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挑战 所以有些朋友常常跟我们开玩笑说 我们过的是现代游牧民族的生活 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去工作生活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干苦 还有非常美好的回忆 所有派驻过的地方我都非常喜欢 因为那都是一个特殊的际遇 虽然也是一种挑战 但是都是一种特殊的经历跟际遇 也是一种福气 所以说很感谢 那夫人呢 你喜欢这种生活吗 所谓家鸡随鸡 所以其实也不错啦 就是各方面有利有弊 所以一般是还蛮喜欢的 因为可以到处旅游 一定喜欢旅游吧 那请问你是2003年到2009年在瑞典吗 2002年到2008年 2002年到2008年 整年都Wikipedia错了 我们要去把它跟着一下 6年在瑞典 可以跟我们聊聊你们两个人的瑞典生活 你们第一次刚到那边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非常非常欣喜 因为台湾是一个亚热代的气候 突然要调到一个寒代的国家去 而且就是在整个文化上 就是说跟亚洲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地点是在 它是在北欧 它是 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地点环境的话 它是在斯坦丁尼违尔那个 半岛上面 它的西边是挪威 西南边跟南边就隔着一个海峡 是跟丹麦 还有波兰 还有德国 还有俄罗斯 是邻居 然后东边也是隔着一个海峡 隔着一个波罗的海 隔着一个波罗的海和波罗的海三小国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是做邻居 然后东北边就是跟芬兰为邻 所以它基本上它虽然是一个 在一个半岛上面 但是它是一个北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 而且它的土地面积大概有45万平方公里 非常大 可以算是北欧最大的国家 不但是地理面积是北欧最大 而且也是人口 一千万人口也是北欧所有国家里面 最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 他们讲的是 他们讲的 本身它是有瑞典文 瑞典语 瑞典语非常的接近德文 非常接近的德文 但是他们全国的人民 几乎碰到每一个人都会讲非常流利的英文 对 所以英语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而且据我了解 瑞典人是所有欧洲国家里面 大概英语讲的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们住在首都斯德格尔摩 气候是怎么样的 韩代气候 如果我做一个比喻 你们大概就可以想象到 它气候是什么 因为它跟它同纬度 世界上跟它同纬度的国家 画一条线 一条平平线的话 它会穿过的是莫斯科 然后会穿过阿拉斯加 所以说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韩代国家 对呀 天下都很冷的地方 那个一年大概有半年以上 是属于那种冬天的涌夜 虽然不见得是24小时都是黑夜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的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黑夜 因为我听说日照的时间非常少 一天大概才六七个小时有日光 没有就六七个小时 大概一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那个是非常的冷而且非常的黑 那时候你们会不会心情很不好 刚去的时候是有一点 就是冬天的时候 对 因为刚去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是一月份到达 正好那天那个下大雪 然后全部一下飞机 又是一片白茫茫的 还是找不到 怎么回事 后来就又回不了家 下了车就不想忙 因为那时候刚去 那个同事来接我 然后帮我送到我家住的地方 后来我们进了家里面 因为后来货柜还没到 后来所以说那个棉被觉得不够 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坐个公车 我们出去外面买个棉被 胆子很大 后来其实棉被买到了以后 回来以后一下子的车站站台 天啊 一片白茫茫的 而且瑞典那边的房子 几乎每一个房子长得都一样 然后那个大雪一盖了以后 你根本不晓得哪一家是哪一家 那怎么办 而且还没有GPS 那时候还没有GPS 而且它算是台湾的服装 然后就在那边觉得真的是那个飢寒交迫 有声难 还好那边人还蛮热心的 后来我们去敲一户人家的门 然后求救了 没有没有 他们后来他们告诉我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住哪一家 然后帮我们开门什么那些东西 很有意思 真的耶 所以刚开始的这个经验就这么特别了 是不是 真的太好玩了 看得出来 由于你的经验看得出来 瑞典人是非常的亲切 非常的热情 善良 很愿意帮助人家 他们的民族性是怎么样的呢 瑞典是一个非常平实务实 而且崇散自然的一个民族 而且非常的爱好自然 瑞典的土地面积是45万平方公里 大概是跟那个加州一样大 一样长 一样长也是长型的 也是个长型的 形状也蛮像加州的 那个土地面积也跟加州差不多 大概是台湾的12 13倍左右 我听初长这样讲就比较有概念了 但是它的人口很少 它只有1000万人口 而且它全国的土地 大概有65%是被森林所覆盖 没有开发的 是森林65的 它85%的人口 全国85%人口 仅居入在全国1.3%的土地面积上 所以90几的土地 几乎都是空旷的旷野 森林非常多 到每个地方去都是森林茂密 所以非常美吗 非常美 对 对 很有特色的一个国家 那边是靠海吗 有很多海产吗 东边是靠海 西边是挪威 南边也是靠海 但是它海产 它海产不多 没有 因为波罗的海那边 就是很很早以前 因为受到过污染 所以说他们那边的鱼 它都不吃都不抓的 是啊 所以他们的鱼都是从大概也是从大西洋 什么的 那个 因为挪威的外面 挪威的西边就是大西洋嘛 所以他们都从那边过来 但是波罗的海这边 那他们那个那个 鱼产它是从来不去抓的 那夏天的天气好吗 夏天非常非常棒 那个是冷热适中 而且一天24小时都是白天 真的啊 是几月到几月 大概是对 大概是从6月开始 一直到9月中下旬 每年那个气候不一样 大概就是6月中 而且这段时间 他们叫做种夏季的休假季节 全国人几乎都没有人上班 从公家机关到私人机构 大家都出去旅行去了 可能是因为平常的天气 真的太冷了 只有夏天这一段的时间 天气特别好 对对 因为他们平常 因为这也是生活的需要 因为他平常那个冬天的时候 那个阳光很少 而且又很寒冷 所以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 他必须要大家人都要出去 去晒晒太阳去 所以整个三个月 都是在放假的情况吗 会有薪水吗 有薪水 听说瑞典的福利 真的特别好 是一个高税收 高福利的国家 大概一般人民的百分 就是一般收入的人民 大概你55%的收入是缴税 那有钱人的话 大概你75% 80%的收入 都是缴税 真的 对 我想你们大概都有听过一个 以前瑞典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乐团 叫ABBA ABBA ABBA乐团 他有一次我就听他们说 他说那个乐团的 那个团长就在那边讲 他说他一个礼拜工作五天 有四天是帮政府工作的 只有一天是帮他自己工作的 因为他 税都缴 真的都缴税 对 但是他这个政府非常 非常的清廉的一个政府 所以说他这个税走好 人民都帮这个税小区给政府很 很放心 福利非常的好 高福利 真的是高福利 他们现在可不可以聊聊 瑞典有什么比较特别好玩的景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瑞典好玩的地方很多 当然这个瑞典首都斯德各摩 一般人都认为它是几个国家里面首都最漂亮的一个首都 那他除了这个首都的这个建筑还有很有特色 而且这个自然景光也很漂亮 另外他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物 那像他的他的这个老陈 像那个斯德各摩市区的老陈 王宫 还有他的战监博物馆 那个诺贝尔 诺贝尔奖的那个博物馆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就很多国际观光客必有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他这个诺贝尔奖 那个诺贝尔奖每一年的诺贝尔奖 都是在斯德各摩办法12月10号 都是固定的12月10号 那那个是个非常盛大的 国王国王跟王后会是亲自出来主持的 也会邀请那个世界各国的外交团的代表去参加 所以您和夫人参加过吗 今天曾经参加过也是非常的荣幸 那也是非常一生来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经历 那个就是必须你完全要参照最正式的那个宴尾服 然后去参加那个宴尾那个聚会 这富人的夜店打开人家是很美的 你知道很美业的 有没有人要给你招一下 那另外除了那个斯德各摩 我想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在瑞典的最北边有一个城市叫Kiruna Kiruna K-I-R-U-N-A Kiruna它是在北极圈以内的一个城市 那个这个城市就是有事业上最著名的宾旅馆 Ice Hotel 哇我常常看到 对Ice Hotel 你有去过吗 有去过 我在那边还住了一晚上 你是不是冷到八 冷到八 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 那是当我们回来以后 我们说我们是花钱买最受 因为实在好冷 那是什么生存证 生存证 你survive 你survive 就有一个最终的 因为是每一年就是它这个 整个旅馆那个冰融化以后 它全部重建 都是用每一个旅馆的本身 还有所有的家具 全部都是用冰雕的 全部都是用冰雕的 非常晶莹剔透 很独特的一个感觉 Ice Bar 那些乐器啊 那些都是冰雕的小提琴 那些也很贵吧 很贵 非常 然后那个一个晚上 我们记得那时候住的时候 以那时候这个货 这个兑换力的话 差不多一个晚上 将近七八百块钱美金 一个晚上 哦 真的是花钱找最受 对对 你一定要去 对 但是住了那些时候 你看我实际上 那个室外是零下 零下三十几度 那个室内 旅馆的室内是零下七度 然后然后他给你的就是一个一个睡袋 然后一个睡袋 然后然后给你一个这个毛皮的这个垫在那个冰块上面 然后那就是你的床睡的上面 然后晚上是越睡越冷 我女儿到半夜 妈咪我不要睡在这里 对他很小意思 对很小 对 妈妈你们有饭吃吗 没有 没有 你要吃饭你要出去 到旅馆外面去 对 而且那边除了冰旅馆以外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 他很有名的北极光 那是最好 最好看北极光的地区 你没有看到你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没有看到 但是平常他经常有北极光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那我正好在旅馆里面洗澡的时候 就人家打电话上来跟我讲 所以我北极光 我已经来不及出去 哈哈哈 我觉得他那个早洗的太多 哈哈哈 刚好错误了 对对对 那他除了北极光以外 还有很棒的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你可以去聚 有没有拉雪窍 有有有就是有那个 有那个 有那个拉雪窍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哈斯基拉雪窍 对对对 那个很如特 那个那个 那个狗 那个那个狗 那个哈斯基拉 拉着你那个雪窍到外面 再来跑两个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而且哈斯基 我在想的 他们说哈斯基是个 非常好动的狗 他说他们要把他看好 因为他那个主人不叫他停 他不会停下来 他会一直往前跑 跑到他就有泪滩的位置 对 好好玩 因为我们家有个哈斯基 可是 可是雅在加州 上一圈的鱼 跑不动 还有雪上摩托车 他们有 对 还有雪上摩托车 还有一个 世界非常大的 规模巨大 而且是地底下 那个到500 500多公尺深的 这个铁矿 可以进去参观 因为那个铁矿厂 它只是在整个 HUNA整个城市的下面 它整个挖空了 整个城市下面挖空了 那个规模非常大 而且非常的深 那边大概 我记得是大概 那个地下 五六百公尺 而且规模很 很壮观 那个 非常值得去 去体验一下 有一段 你还要留滑地下去 真的 对 对 那个 很有趣的经验 哇真的好像很好玩 所以处早在那边的时候 比较有空 对 那边通常 那边是处早 对 所以说在那时候 而且他们每年 到了六月到九月的时候 几乎全国人都出去度假的 都出去旅行去的 都出去旅行去的 所以说那时候 也比较有空 有点空闲 也可以到处去走一走 看一看 而且大家一天 可以当两天用 因为二十四小时 都是白天 所以说你会觉得 特别的兴奋 大拼了 一直玩 对 只要没有体力 你可以玩二十四个小时 对 因为这不玩 再会就可以玩之后 就要进入东牛 对 哇今天的时代是太精彩了 就想真的就是 跟佛刘达人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 那下次没关系 再邀请老外回来 听话玩家做特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谢谢主长 拜拜 拜拜 下一期节目 马中雷马处长 将跟我们分享 他在瑞典居住六年 所观察到的风土明星 以及瑞典人如何 爱护动物 爱护大自然 做到人人平等 最重要的 他还会来一段 自弹自唱 千万不要错过咯 我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你需要我 在你旁边 你会逐渐 逐渐 逐渐 每年 你会逐渐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